11月18日天气清晃,珠海恒星一号驿站7500株樱花木链在阴阳下战放 由恒星月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主办的第二届月澳共死时花海欢乐祭 在花海长廊一号驿站正式开幕了 当天的主题是花海时空之旅 商朝的水墨丹金,汉朝的敦煌入梦,宋朝的活跃追花 一个个舞台被搬到了草坪上花海中 八个不同时代的特色场景,让人们转角就能有小小的惊艳和惊喜 这里到处都是家人朋友一起来露营的烧烤的,带娃参加活动拍照留念的 虽然不过很普通的一个周末,但是天气这么好 木棉花开得这么鲜艳,繁缩之旅这么有趣,到处一片欢乐 不止这个周末,在离席一个月的花期里 每逢周六这里都会陆续举办花海时空之旅,花海欢畅之旅,花海奇幻之旅,花海非常之旅 共四个主题特色活动呢,即使人在这里随便走走看看,就一定心情大好